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到著名小提琴家郭子健先生上来艺术焦点 跟大家分享他的小提琴的传递 Samuel 你帮我跟大家讲一下你自小是怎样接触音乐 我自小接触音乐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我记得大概是二年班的时候 我有个同学是弹光琴的 他在学校常常都表演 我认为这个很厉害 我都想吃 但当时家里也没有钱 也没有向妈妈提过 有一天学校就派了公告叫我们去学校 在家里的市区学堂 我很高兴地拿通告回来 妈妈说你们有德学堂吗 我想报名 妈妈又见我竟然对艺术有兴趣 她说好啊 和你去面试吧 很有趣 我去看面试的时候 竟然是要我唱歌 那时候我已经觉得很奇怪 我小时候也有这个想法 就是我学弹琴 为什么要唱歌 我家去接场 面试完之后 她说我无音不全 就放了我 刚才说不要紧 我同时要去琴行报名 我说很开心 第二天我回家 妈妈说我们报名了 对啊 好啊 那我们什么时候买了 我们星期六 几点就学琴 好啊 那我们什么时候买了 买琴就买了 咦 在哪里 那里 咦 什么呀 小弟太 咦小弟太 我想放钢琴 然后妈妈就说 那时候的家庭 应该是各种都算辣 钢琴那么贵 家庭没有钱 第二就是 家庭那么小 哪个位置放 对啊 拿这两个 excuse 可能是excuse 那就是 我转弄了我学法文的东西 那从此开始就学到小提琴 一直到现在 那你怎样开始有兴趣的一种小提琴 其实我从来都没有什么兴趣的 那就是 刚才说学 我说好啊 原来呢 我小时候 就是我小时候 不是她小时候 是说 他们在尖沙咀海旁 走过 有些人的演奏 就说想学不懂 但是她原来就说 学不懂 学不懂 如果儿子读不完整个书 那都有同手来往生 就这样站起来 哦 原来是这样 其实呢 初初学小提琴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想 记得吗 嗯 很特别 很特别 对啊 而且以前学的小提琴 那些小提琴很便宜 几百元 很难听 哦 二脉筋 是啊 是啊 很难听 那你拉了多久才换过小提琴呢 其实我拉了一年多些 是因为我跌破了小提琴 原来不是你高了 是因为跌破了小提琴 那我打算换过 就是换过 就是换过大提琴 我学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很大疚了 我一学的时候 是用二分一的小提琴 到我长大了一年了 要换琴的时候 就是刚刚拉琴的时候 其实应该换四分之三 老师就说 你这么大 我都要试一下换封尺 那时候 妈妈就觉得 都反正是 你应该都会学下去的 不如买个贵一点 那时候那时候的老师 就买了一个 二千多元的小提琴 因为那个琴的尺寸大了 就是音质也大了 所以很明显 和小琴的两个音质上的分别 那自己觉得很漂亮了 那就更加有心肌高了 但就没有很喜欢 声音真的很重要 没错 但就没有去到 真的很喜欢 所以选择一件乐器 很重要的感觉和音质 真的要好好的选择才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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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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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